在這個事情裡面 我們可以知道 檢查他的物資生活已經破散 檢查他的工廠 他的人生在我們看起來已經都不去了 因為他真的破散 甚至還會堆殺 但是他買到一千一百的猶太人 跟這尊猶太人 總是他買來再當活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這裡要知道 在你的家圍 不是要賺多錢的糾錢 是家圍當中 你如果有一個真理 你的家圍照路用 在你的家圍裡面如果有真理 你才能當得到真正的自由 你才能知道自由的那個口氣在哪裡 台灣人 我們一起打拼 來追求我們真正的自由 要在我們台灣來憔悴到 希望我們大家可以用這個心 大家共同面對 今天最好到這裡 謝謝 請客氣 好 謝謝